1965年9月20日 在我国海南岛耶林上空 入侵一架美军F-104C战斗机 海航空军飞行员大队长高翔收到指令后 立即驾驶国产歼6战斗机迎敌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高翔架机在距离敌机仅39米处 绝杀了这架美军战斗机 创造了空中拼磁刀的奇迹 更是震惊了世界 因为F-10C是当时世界上三大高性能战机之一 而高翔是第一个将其击落的人 事后他荣立一等功 并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 那么高翔是谁 他又是如何创造空中拼磁刀这一奇迹的呢 美国对此又作何反应 24年之后 两位交战飞行员再次相遇 又发生了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1965年夜岛空战事件 在这之前 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动动您的手指头 点赞加关注 给我一个知识 也方便您接收到最新内容 如果有机会 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念馆中去参观 一定记得去看看馆内陈列着的那架银白色歼6战斗机 去重温56年前那场紧张激烈的空战 去感受下 驾驶着他的飞行员高翔和战友们不顾生命危险 捍卫国家的决心 1932年12月20日 高翔出生于辽宁省盖县一户穷苦家庭 母亲含心如苦将他拉扯大 供他上了四年多的学 1947年 年纪15岁的高翔加入了东北人民自卫军 在入武体检时 发现他有一定学历 就把他分配到了辽南军政干校卫生队当卫生员 后来部队被改编 他成为了四野整训武士的一员 1949年 高翔随解放军南下入关 他被抽调出部队到了广州 之后 他被留在广东省政府工作了两年 但是他觉得自己应该上战场 而不是在大后方过着高枕无忧的日子 于是他向组织申请回部队 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回复 直到1951年 行政处副处长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 他获得了当飞行员的机会 高翔兴奋不已 在提前当天 他更是成为了百里挑一的合格人选 事实证明 高翔是一个天生的飞行员 1951年9月 高翔进入航校学习航空知识 几个月之后 他就进入了河北保定 学习驾驶初级教练机 不到半年时间 他又开始试飞中级教练机 后又开喷气式战斗机 飞了一年十个月后 他成功毕业 正式成为航海空军飞行员 在部队中 每次出任务 他都能出色地完成 职务更是节节攀升 先后被任命为 大队长 副团长 师傅参谋长 荣获海军航空兵地时团老英模 而高翔最为出彩的 还要数1965年的 夜岛空战事件 而这起事件 还要从1964年说起 北波湾事件之后 美国对越南扩大了侵略 越南战争持续爆发 战火一度烧到了 我国南部边境 美军时常会派战机 入侵我国海南地区领空 实施挑衅或是侦察活动 挑战领土安全 是不能忍的 我军决定反击 我军航空兵部队 担任起了战斗值班任务 飞机时刻做战斗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 1964年底 高翔就曾被派往海南岛 打击美国无人机 但美军却依旧肆无忌惮 是时候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 1965年9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 我军雷达部队检测到 美军两架F-104C战斗机 有趋势入侵我国海南地区领空 由于当时的敌机 在海南临州半岛 和夜林之间 这一领空区域活动 所以也称为夜岛空战 正在值班的海航空兵大队长高翔 收到命令后 立即做战斗准备 他早已迫不及待 想要收拾一下美军 当时 施政支部主任跑过来告诉高翔 老高 来了两架小的 高翔回到 管他大的小的 来了一起收拾 很快 代表行动的信号弹升起来了 高翔和副大队长黄凤生 立即以双击迎敌 高翔驾驶的尖流战斗机 充当主机 黄凤生则担任辽机任务 在地面指挥所的指示下 两人迅速飞往戴战区域 可就在这时 高翔飞机出现了一些故障 他驾驶的飞机温度表指灵 红灯亮起 不过飞行状态依旧良好 并没有太大问题 可当他继续向戴战区域飞行时 又突然与指挥所失去了联系 高翔并没有慌张 经过冷情分析 他判断 飞机是正常的 于是他继续飞行 当他飞到戴战空域 一万多米高空时 与指挥所的无线电联系 恢复了正常 而且飞机温度表 竟也正常了 这一小插曲过后 指挥所不断向他们 通报敌机的高度 很快 我方战机与敌机在一水平线上 美军的F-104C战斗机 是美国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 与米格21 幻影3 并称为世界三大高性能战斗机 而且 F-104C是战斗轰炸型 它的最大时速是歼6的1.6倍 飞行高度也比歼6要高 除了装备有航炮外 还携带有四枚空空导弹 其特点就是射程远 命中精度高 威力大 所以 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高翔他们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敌机非常狡猾 而且四机挑衅我军 美机洋动飞行 准备趁我方不备 突然入侵我国领空 高翔与敌机不断周旋 果然在11时19分 敌机直窜雷州半岛 指挥所立即下令 我方战机出机 高翔收到指令之后 以最大速度追击 在距离敌机50多公里时 他果断将副油箱扔掉 轻装上阵 然后 他让黄凤生与自己拉开距离 形成战斗队形 又确认一遍 炮弹已经上膛 31分35秒时 高翔在左前方8公里处 发现了敌机 但他并没有发现 指挥所说的另一架敌机 犹豫了一会儿 他果断决定 先干掉眼前指甲再说 如果另一架袭击自己 我方辽机也不是好惹的 这时 敌机开始右转弯 高翔也跟转弯 但机制的高翔 迅速切了一个精准的半径 追了上去 占据了有力的攻击位置 此时 我方战机距离敌机1000米 是在有效射程范围内 敌机已经被牢牢套入射击范围 这时开炮 敌机一定中招 然而 高翔并没有立即开炮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决定 打进展 意思就是 高翔要的 不仅仅是击伤敌机 而是要彻底击落敌机 即使打不下来 也要把他撞下来 多年之后 高翔这样回忆说 于是 他紧紧咬住敌机 准备和对方在空中拼刺刀 在距离敌机291米时 高翔开始连续开炮 成功击中敌机 但是全速的追击 让高翔在靠近敌机的瞬间 有些发懵 就在我机快要撞上敌机尾部时 高翔又以迅雷不进掩尔指示 按下三门火炮按钮 瞬间三门炮弹起发 然后 他使出全身力气 拉起生肝 距离敌机仅39米时 成功升起 与此同时 敌机也在瞬间爆炸 高翔激动地从闲窗看过去 只见 敌机拖着一股黑烟掉了下去 打爆了 高翔异常激动地这样说 他兴奋地想蹦想跳 但此时 他还在飞机舱内坐着 根本无法动弹 即使多年之后 再回忆到这一幕的时候 这位老人 依旧兴奋地手舞足蹈 像个孩子一样 这是振奋人心的一刻 这次空中交锋 极大的振奋了我军的士气 不准地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 不过 敌机爆炸的瞬间 也波及到了高翔驾驶的歼6飞机 爆炸碎片将歼6穿了几十个孔 右边的发动机直接报废了 另一台发动机也受损了 于是 高翔将报废的发动机关闭 然后靠着受损的单个发动机 成功返航 我机从起飞到击落敌机 前后用时不到一个小时 高翔不仅创造了 击落先进美机的奇迹 还创造了 歼6靠单个发动机 成功降落的先例 当天 敌机上的上位飞行员 菲利普·史密斯 在飞机爆炸前的一瞬间跳伞 得以逃脱 降落到地面之后 就被我方民兵活捉 他也成为了第一个 在中国领空被击落活捉的 美国飞行员 在审讯时 史密斯还心有余悸地说 这么近的距离开炮 实在太可怕了 这是一次我看也不敢看 想也不敢想的战斗 随之 一个疑惑也在他的心里产生 那就是 高翔以那么近的距离射击 在所不息吗 只不过 他的这个疑问 并没有人告诉他答案 直到1973年3月 美国从越南撤军之后 史密斯才被放回国 他的疑问 依旧未得到解答 该事件过后 世界为之震惊 美国电台 也用难以置信的语气播报道 F104C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 它被击落 约翰逊政府实在难以理解 有人说 高翔是靠运气击落了敌机 当我们了解了整个过程 清楚地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高翔靠的是扎实高超的飞行技术 还有甘愿牺牲自己 也要保家卫国的信念 赢得胜利的 事后 高翔荣立一等功 1965年9月27日 海军司令员肖靖光派专机 将高翔和作战有功的人员 接到了首都北京 在人民大会堂 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见到主席的那一刻 高翔激动得泪流满面 周总理高兴地说 你们打得很好 打出了军威 打出了国威 10月1日这天 高翔又在天安门管理台上 参加了国庆16周年管理 这一幕 其实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但是高翔依旧清楚地记得 就好像是 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 而这一年 高翔年仅33岁 这之后 他继续在岗位上奋斗 为祖国的空军事业默默付出 直到后来 因为身体原因 被迫停飞 后成为了一名飞行研究员 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 发光发热 1989年10月的一天 57岁的高翔被告知 有一个老对手要见他 10月18日 在上海锦江饭店内 高翔才见到这位老对手 正是24年前的那名美国飞行员 菲利普·史密斯 此时的史密斯已经退役 两人一见面 就紧紧地握住了彼此的手 一握敏恩仇 这对老对手之间 没有想象中的尴尬场面 反而像是多年的好友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我想正是这个道理 史密斯告诉高翔 此次来到中国 是专程来见他的 高翔很高兴 并且巧妙地说 朋友来了有好酒 两人闲话家长了两个多小时 聊得十分愉快 缘分是如此奇妙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多年之后还能再次见面 这次 史密斯问出了他心中的那个疑惑 他问高翔 当年你驾驶飞机靠得那么近 一旦出现失误就会丧命 难道你不要命了吗 高翔听到后笑了起来 然后回答 我们中国军人保家卫国 甘愿舍命 史密斯听到这个回答之后 并没有立即明白 也不理解这种行为 两久之后 史密斯突然释怀了 他想到 这次他来中国 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 相较几十年前 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似乎明白了高翔的这句话 保家卫国甘愿舍命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 在即将分别之际 高翔将一架歼巴尔飞机模型 送给史密斯做纪念 两人还合了赢 高翔在合影照片背后 留下这样一段话 昔日夜灵空战士对手 如今 紧将握手是朋友 高翔以英勇果敢的大无畏精神 击落当时美军的先进战斗机 被誉为世界空战史上的空前创举 为中国 镌刻下了海空雄鹰的经典战力 值得一提的是 影视剧《海天之恋》中 罗先锋师长这一人物的原型 就是英雄高翔